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加密新团 今天是2022年3月15号 今天的此时比特币的Jagalax是在38749美金 这几天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是层下一个横盘的状态 我觉得其实它目前表现 这几天表现其实已经表明 加密货币跟美股和其他的主流金融市场已经渐渐的脱钩了 因为这几天的话你可以看到全企的股市是一个大跌 然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震荡的局面 特别是中概股 中概股跌的已经昨天是最惨的是滴滴跌到44% 这几天很明显看到比特币其实已经渐渐的和他们脱钩了 因为同时昨天的话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发的一条推引起比较大的反响 就是他在他的推里面表示 就是说他聊到了通胀这个问题 然后说了一些关于通胀的概念 他个人还是建议去购买一些食物的资产 特别是你可以买一些 那些买一些制造就生产你比较喜欢 就是你觉得比较好产品的一些公司的股票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同时当然他说我不会卖掉我的比特币 以太坊和狗狗币 这是他首次提到了第一次正面的去确认了他持有了以太坊 昨天得以此消息的话 比特币以太坊短时间之内有一个点的拉升 但是在目前这个行情的情况下 你肯定是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整体拉升的 虽然他这样出来一个比较强的 释放了一个比较强的安抚信号 但是我觉得他很自然 当然是没有办法起到那么大的作用了 我们看一下过去24小时又出了这个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时讯呢 我们一起来过一遍 我们看一下金色财经有哪些消息 一个是DOT 对这篇新闻我刚刚说的马斯克大通胀怎么办 选择比特币以太坊以及狗狗币 然后最近几乎全网都在看好的就是TERRA TERRA大家众所周知 它是一个区中心化的稳定币与一系列的法令 货币锚定 它的币是叫TERRAUST或者叫UST 是和美元一比一挂钩的 因为在熊市的行情的话 大家更多会寻求一个比较稳健的 希望收到一些 获得一些比较稳健的资产增值 然后不太愿意去购买一些波动性太强的加密货币资产 那么这个时候作为一些 DeFi获得稳定收益是一个币严的结果 所以导致LUNA有大量的资金涌入 也间接的抬高了它整个它背后供电的价值 所以说LUNA的表现 这已过去的两个月是算是走出了自己的单边行情 这也不意外 然后这个消息值得看一下 就Metamask小狐狸千帮 但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用这个 根据Token Terminal的发推表是数据现实 Metamask每个月的交易费用达到了1000万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字 每个月的话那就是一年的话 交易分数是1-2000万美元 因为这种算是非常暴力的一个生意 你不断 而且你只要是 因为Metamask除了你可以支持 几乎所有币种的转账和交易以外 它还有自己的swap 它的swap是在各种 几乎在多个平台去找新最优的配对 然后提供相对比较低的手机费 我用过 其实体验很好 因为它其实很像微信 因为它毕竟掌握了一个流量 如果很多小白加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肯定几乎是第一课 就是安装小狐狸钱包 其实很多人的入场入口就在小狐狸钱包上面 然后自然而然的小狐狸 推出一个区区中心化的 或者它做一个swap 很多人会愿意去用 我也用过 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方便 你不需要我再去走到uniswap上 去做进一步的操作 但是最近爆出一个新闻的话 像委内瑞拉的话 这小狐狸其实某种程度上 大家最近对它比较失望 是它违背了整个加密货币区块链的精神 它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去中心化的一个应用 它其实一个很商业化的 中心化的一个企业性的 因为JP Morgan 基本上收购了它很大一部分股份 它是可以单方面的冻结世界 像委内瑞拉的用户 就没办法使用小狐狸钱包 它是 其实它就像一个其他的美国的企业差不多 它随时可以冻结俄罗斯的用户 或者说将来任何其他国家的用户 但是这个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permissionless 它就是一个 怎么讲 就和传统的支付宝微信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还要慢 就一定要去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种解决方案肯定是不行的 虽然你有个用户有个惯性 你用它用习惯也不想换 但是我觉得长眼发展的话 这肯定不是好现象 因为这完全就违背了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初衷 我们就是不希望被这种中心化的金融机构给绑架 对吧 它如果你被它完全绑架之后 它倒是提高手续费 你是任人宰割的状态 甚至你的个人资产是得不到保护的 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会去找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最先我们看一下宏观经济吧 基本上加息的全球 根据华尔街建文的 华尔街建文的一篇文章是通胀重压之下 超级央行周期来袭 目前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央 英国央行本周将各自加息25个基点 巴西央行或加息100基点 但是可以看到加息的预期 给加密货币市场带来恐惧 其实基本上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又能怎么样 你加息就加 毕竟这个东西 你看加息这个东西 其实它造成的恐惧 真的是已经非常有限了 你因为已经喊了这么久了 可能缩表的时候 因为目前很多人 我了解到的 其实对 是一个极端恐慌的状态 我也产生过动言 我觉得这事是不是清仓清掉 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 就算了别折腾了 就是如果 你能够承受这个风险 你手上的闲钱 配置的加密货币资产 就好好拿着吧 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最终如果你这个时候下车了 到时候被甩掉了 那你更痛苦 对不对 那你现在死拿着 对吧 它能够跌到哪里去 还没有中概股跌的厉害 所以就没所谓了 好我们进入下面一个环节 然后大家知道在熊市 其实是寻找高回报项目最好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天选的项目 它都处在它非常早期的状态 而且你更有可能深入了参与 进他们的社区的活动 然后获得一些价格非常低的筹码 这个是我们经历一轮 基本上这几轮周期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说如果想获得超高回报 此时此刻很多人都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牛市的时候非常抗讨 恨不得24小时不盯着手机看看行情 一旦到了熊市就不去关注行情了 对吧 就没有去关注行业的一些动态 恰恰应该做的 恰恰相反的是熊市是最多机会的 你一定不要就是犯懒舵 一定要我建议大家一定至少每天 如果你重新行业的至少花一到两个小时 去深入的了解一到两个项目 加入他们的社区 关注他们的社交媒体 然后我接下来会 最近我会持续不断的去挖 目前在Gitcoin上 目资目的比较好的 基本面比较好的项目 然后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 对吧一个 能够帮助大家找到一个回报超高的项目 超级优质 然后在下一轮周期的时候 能够成为下一个Solana 下一个对吧 这就是我的初衷 然后还没有关注加密新团的朋友们 麻烦点一下关注订阅加密新团 点点你的小银铛 然后给我留言 然后点个赞 好我们开始 首先我是在现在Gitcoin Gitcoin它是它的grant第13轮 然后我直接搜索的是按照 募集的资金的数量来去排序的 然后可以看到目前 募资情况比较好的前几名的项目 我今天挑一个 我刚刚有要比较看 比较容易懂的 EtherChat 这个名字很明显 是一个跟以太坊相关的聊天软件 很明显 它主要的作用的话 就是说是做一个去中心化 没有中心化服务器的通讯软件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信息 看一下它的社交媒体 它的地址 来源于是填的北美 ok ok 网站直接进去就是让你扫码 然后连上钱包 我们看一下它的文档里面介绍吧 它是关于 this is the system that communicates with each other 它说是跟链上的聊天室 没有中心化的服务器 没有国际的限制 没有区域限制 人人都可以读写 在这个去中心化的聊天室里面 改一下字体 然后它说的数据存储层的话 是去中心化的 部署在一个智能合约上去存储它的数据 那我就很好奇 它是不是只支持文字 是 哦 它说是支持那个 name and image support which everyone is in years and 20 它就是说你的地址和你聊天室的地址是 就是ERC20和ERC721的格式 you automatically parse the name attribute to the contract its name 然后看一下它说的一些它的token economy Each one can be set up as economy 它就说它把每个聊天室给通正化了 虽然具体它现在披露了 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运作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它真的有比较好的想法 有比较好落地的技术的话 去真正的去打造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聊天室 然后把每个聊天室把它给通正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局 因为我们之前看到clubhouse火锅一阵子 虽然这也没火了 就是这种专属的私运的 对于流量的小型的必须一些大V带头的 比如每个人都有自己聊天室 那每个聊天室就可以成为一个把它ERC20 或者ERC721 同时你加入这个聊天室的一种权限 是算是一种俱乐部 你当然也可以卖ERC721 其实是在去中心化的社交 特别是即时通讯这一块 是有非常大的潜力的 说起来很可惜 其实走在最前面之前是火币 我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火币开发了一款叫做火性的即时通讯软件 类似于加密货币版的电报 那个软件的话 我之前用的是虽然比较多的bug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 它本质上就是说是电报的形式 有很多大群对吧 但是你知道有很关键的吗 它本身是带钱包属性的 也就是说在那个聊天群里面 你可以像微信和支付宝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行业 没有真正的去做这样一款产品 虽然它也是个中心化应用 但是它体验非常好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对一个项目方来说 有这样一个地方 我建立自己的流量池子 我跟我的用户 社区用户去互动 然后空头是一个很麻烦 不够直观的一个状态 发红包的方式 直接打开可以获得某个加密货币 我觉得这个体验太好了 它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杀手级的应用 但是目前你可以看到 可能其实欧美国家对红包的概念 它对红包这个产品属性 它的理解不够透彻 但是我相信终究会有人去 在这块做尝试的 然后EtherChat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早期的项目 想在这一块做出一些尝试和努力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一下 OK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 然后还没有关注的 麻烦关注一下加密 麻烦关闭住一下加密新团 然后我会定期更新一些好的项目 信息给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